藍色陰影車到了路口 打方向燈準備右轉 這時後方一輛機車直直往前 就這樣發生了碰撞 騎士連人帶車噴飛到路旁的人行道上 陰影車車頭出現撞擊痕跡 一旁有掉落的布斜 還有一頂安全帽 機車倒地 燈還在閃 外殼零件損壞破碎 撞擊力道相當大 就在十七號下午一點多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跟華中路口 發生這起事故 警方以及救護人員 接獲報案也趕到現場處理 20歲的李姓南騎士是餐廳二廚 當時正要去上班 在發生事故之後 頭部又去撞擊到路旁的耗滯感 導致傷勢相當嚴重 明顯死亡 據45歲的林姓陰影車司機 車禍當下也嚇了一跳 義影車司機說當下騎士騎得蠻快的 沒來得及反應就撞了上來 詳細事發原因跟肇事責任警方還要釐清 開車騎車上路還是要時刻注意 尤其開大車容易有視線死腳 更要小心 TVBS新聞 高崇 黃凱敬 花蓮再次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